好殘忍喔 我們連你說 狗我們想要打他一下就捨不得了 還講修小 太狠了 真的太狠了 這個人他怎麼會這麼狠啊 也是心理狀態有狀態的人嗎 一定是有問題啊 俄弘道歉人引眾怒 乃哥曾國城等任性騰分開太狠了 說實在的 對我來講 我覺得 沒有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 就是我们的错了 所以说现在是把责任都推给这个社工 一岁男头遭儿谋引戒的保姆 领略致死 引发全民公愤 负责监督的社工也成为剑法 网络更流出多张 社工与男头外婆的对话记录 遭男头家属游人质疑 社工是否有删禁责任监督 这个社工他是经验不足吗 怎么被敏锐度这么容易 当然就是这一次 大家反复的再检讨 额虐的状况最多的是受伤还是生病 我知道我知道 所有的额虐应该是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处理的 我要再次讲 我们做的是收出养服务 当然大家可以用 儿童虐待这个标准来检视我们 但是儿童虐待通通都要回到 各县市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来处理 但男头遭虐死已成事实 额蒙过去扎3.7亿买内壶办公室 还有45亿资产却被挖出 引发一波退捐潮 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其实都是尊重的 对因为每个人 对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做是 最ok的就去做 怕得要熟 觉得真的太残忍了 嗯 觉得很不应该 超不应该的 你为什么要 被一个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我觉得 我想不透耶 他是怎么了 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我都看了都是出车祸比较多 哈哈哈哈 看到我都不敢骑重机了 哈哈哈哈 乃哥在那中央 他是被保姆戴的吗 呃白天啦因为我 我我女儿 这个女婿他们都要上班啊 他会担心呢 对你表达 我觉得还好啦 基本上 呃我们也会 呃观察一次 而且现在找了保姆 保姆是我 从小一直长大 哺乳的女儿 所以 基本上我们都比较放心的 认识 认识的 好残忍哦 太狠啊 真的太狠了 嗯 这个人他 他怎么会这么狠啊 对吧 也是心理状态 有状态的人吗 你一定是有问题啊 我觉得不太可思议耶 嗯 好像在这个之前也是有一些 能够亲自照顾就自己亲自照顾 如果说有专业的证照的话 是不是需要经过心理评估 我觉得需要加顾这一点